所以韓國人對這個離泰院群暴事件是非常之憤怒 幾年前很多外國人都會特地來韓國買Like 就是因為GD也是這個部隊 最辛苦的部隊 韓國人很怕去離泰院 而在2007年至2015年發生了這麼多事件之後 令韓國人最不滿的原因 其實... 大家好,我是Mira 今天又是代理旅行 今集就是大家敲滿了超久的離泰院 離泰院其實在這個疫情開始之後 他都受了很多苦難 可能有些人會對離泰院發生過什麼事 不太認識了 簡單地跟大家去remark一下 韓國的疫情變嚴重的其中一個幾大原因 都是因為離泰院 就是因為當時4月30日佛誕那天 就是一個20多歲的男生 就去了離泰院的彩虹俱樂部 然後就引起這個群爆感染 他在5月6日被確診是有肺炎 但是因為他想隱瞞自己去過彩虹俱樂部的這件事 所以他就沒有跟身邊的任何人說 導致很多的治療或者是調查 全部都延誤了 所以去過離泰院的人 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可能被感染了 因為這樣所以引致了大規模的群組感染 所以韓國人對這個離泰院群爆事件 是非常之憤怒的 其實韓國人本身對離泰院 是沒有什麼好感 是不太想來的 就是因為美軍 可能大家都知道 美軍是比較聚居在離泰院這個地方 其實要解釋得很長大 簡單來說就是 因為美軍實在有太大的權力 就算他們在韓國犯了任何罪 他們都不會被韓國的法律制裁 他們只會被遣返回美國處罰 而在韓國是什麼事都沒有的 所以其實有很多韓國人都有點害怕了美軍 但是直至2017年 因為美軍就開始移到一個平窄的地方 就是距離首爾有3個小時距離 所以韓國人就開始慢慢來多了這個地方 2017年開始 其實這邊會開始慢慢多了很多餐廳 多了很多美食家 甚至乎是一個韓國的明星 美食家 廚師 叫做洪錫天 本身他在這裡開了9間餐廳 但是他都超級不幸 因為肺炎的關係 他現在都只收了一間 因為離泰院越來越發展 越來越少美軍 所以就吸引到越來越多韓國人來聚集 而外國人都喜歡來離泰院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身後的 Line Store 但是他因為疫情關係已經結了 相信有來過離泰院 因為大家應該對他很印象 但是現在他只剩下一個殼 他本身這麼多層鋸奶 現在... 刺了 他由這裡做起點 慢慢走離泰院給大家看 這邊就是一個十字路口 這邊走上去 其實就是非常出名的 彩虹街的清去圍 是很多彩虹嬰們喜歡去的 clubbing或者酒吧 其實這間UN都是來的 來這裡吃雞翅 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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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在韓國很少吃到這樣的雞翅 通常他們都是... 沒有那個橋村的渣 沒有那麼多的粉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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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發現這裡的店員很帥 他這裡的Manager 你好 你好 這裡的雞翅超好吃 謝謝 我會告訴你一下 5D 5D 雞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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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5年 after 5年後 我5年後 這樣做了 我做了 我 아직 我 아직 好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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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她本身是伯伯伯但她的雞翼好吃 剛才吃完雞翼轉過來就會看到這條 就是彩虹街 一開始就會看到這個Transgender的巴 再走上去會有分 然後走上去會看到很多是藍彩虹或是女彩虹的巴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吧 這個Groove Balm是之前來看 You Eat Taiwan Class 是在裡面拍的 就是有一個場景是在裡面拍的 其實那時候剛剛播大局 所以打算進去拍給大家看 但剛剛那時候疫情開始變嚴重了 所以我還是覺得都是免你了 但是他們的位置 其中一個拍攝場景就是這裡 這間King Club就是其中一間群爆的Clubbing 我開始... 這個超出名的外國人超市 National Food Market 剛剛就是King Club 然後呢 這邊 是Queen 再走前一點 是SOHO 那這三間呢 就是剛才我說的那個二十幾歲男生 一天之內去了這麼多間 其實都是圍繞著這些條街 就好像你爛鬼坊一樣 你去完A又去B又去C 其實同一個道理 那現在呢 你會看到 他們全部都是 是沒有得開門的 就是他現在是 這樣封了 現在目前韓國都是 K粉紅Cobbing 都是不給營業的 對 所以通常這邊的巴 都是給彩虹朋友去 但其實都不會特別寫名 所以如果你是彩虹BB的話 那你自然就會知道 哪些是給男生 哪些是給女生 那這個位置呢 就是之前呢 我去買一些 復古碗碟碟碟的地方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我那條片 就詳細的介紹 這一堆都是 食街 我之前不是拍過 新沙的代理旅遊 我那時候不是有說過 說新沙有很多店 因為租金交價之後 然後離開 很多店的餐廳 其實就是搬了來 離太遠這個位置開店 都還在開門 說呢 是喝完酒要過來 這裡吃點Cook Bup 已經吃中式料理 樓間媽炒飯 這裡有很多小店 我看到這邊的幾條街 其實餐廳和店鋪都是有開 但其實現在離太遠的店鋪的空子 已經高達70%了 但在這裡做生意的老闆就會覺得 好冤枉 因為其實又不是他們的問題 是因為那個年輕人隱瞞自己身份 所以搞到這麼大件事 所以在1月頭的時候 他們就做了一個超大規模的小集會 我剛才說的那個紅石天 他也有份出席 然後都上了新聞 超運沒有人離太遠 其實現在這樣走了 幾個圈呢 被報的空置率不算太多 但是新聞有這樣報道 應該就是2、3樓的位置 因為離太遠也有很多樓上鋪 或者是地下 以我推斷就是這樣 大家沒有走過這些小街 這些小街全部都可以繞出去大街 那Daiso就是這裡 所以其實來離太遠玩的話 不是在這條大街玩的 就是我剛才走的小街 或者是對面上斜坡 後面是有一堆餐廳 後面是連到那邊綠沙坪 或者是再遠一點 漢蘭洞在那邊 而這條大街呢 就是最多人的兩個時候 是什麼時候呢 第一就是萬星之 所以我又一次都來了 來了一次之後 超害怕 不敢再來 是12點呢 想回家 然後是完全叫不到的士 車是濕爆這條馬路 超可怕 如果你來的話 你預料到你5、6點 才可以休息回家 而第二呢 就是有個國際美食節 那這條街呢 就會充滿那些普通密測 就是一些國際的美食 不知道各位外國的朋友 大家來離太遠的時候 是在這條街上玩 還是在那些小街上玩呢 好像我那樣二十幾歲 還有二十幾歲的朋友呢 可能會不太清楚 但是如果你是像我經理人那樣 四十幾歲 就是踏入四字頭的觀眾朋友 可能你都會知道 其實這條街 是很多賣山寨貨 賣A貨的 是很多外國遊客 都會特地過來這裡搜尋這些貨 還有一件事就是 二十幾年前 很多外國人呢 都會特地過來韓國買Like 就是因為 以前的Like是 Main in Korea的 這條街 平時的話 都是比較冷清一點的 就是之前沒有疫情的時候 就是畢夜城 這邊 你看看後面 刺了這裡 這是白骨部隊的感覺 最辛苦的一個部隊 GD也是這個部隊 可以我才知道 橙雪 因為他們是最近不寒 所以不斷橙雪 立刻有GD的歌 BigFan GD 24-7 這間吃雪糕也很出名 但是趕上吃雪糕 又不覺得是嗎 這次意大利 哦 是真的意大利那關 酒吧街 哦 吉多 真的會賣英國東西 這裡也是有開的 這條街 有Halloween的時候 最多人 咦? Italian Class Gurban? 這裡之前不見有的 我什麼時候開的 我猜 剛才那間分點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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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沒有看Italian Class 這間就是 紅石天的其中一間店 然後 大大的樣子在 如果有看過韓中的人 你一定會知道他是誰 好慘 這裡 Italian 記憶一下 你要記得離太遠 臨 臨時休業 嘩 風了 這間因為是餐廳 所以他還開到 這邊因為只是奶酒 所以我們拜拜 這一個也是 上當年年少的時候 我在這裡不醉無歸過 Halli Chao 我已經做了 你們叫我做了 我再忍受不了 有業 好可憐啊 他說想做生意 想做生意 這也是 好心酸 我這間就完全結束了 但這個應該是看照 還有人排隊 他真的什麼時候來都排隊 這間 這裡是看照 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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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急要輪 走過來這邊 大部分都是結束營業的 這邊的租 貴一點 這裡 給大家看 Itaewon World Food Street 韓國人很怕去尼泰園 如果你是30歲以上的韓國人 基本上聽到尼泰園這個名字 多數都是沒有好感的 尼泰園等完美軍 這件事已經是深入民心 無論是對於韓國人 或者是外國人 應該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那究竟美軍是何時開始駐守韓國的呢? 爆發韓戰的時候 南北韓在打仗的時候 美國有幫南韓去攻打北韓 最後是沒有分出勝負的 最後美國就派駐韓的美軍 留守韓國 保護韓國 詳細不多說 大家想知道更清楚的話 自己在Youtube打到韓戰 有很多個懶人包 這次的重點我想放在美軍進駐了韓國之後 對韓國人的影響 因為現時在韓國的美軍 總共有54個軍營 而其中一個就是在尼泰園 那韓國人對於美軍 為什麼會有這種負面情緒呢? 當然有原因 就是因為美軍駐守韓國的開始 到現在這麼多年來 也有發生過大大小小不同的事件 還有一個網站 是把所有的事件都記錄在案 有興趣的朋友 大家可以搜索這個網 是非常清楚的 我們有記載的 我在這裡就說幾個最轟動的 是全韓國人 應該除了小朋友之外 大部分人都知道 1992年10月28日 1992年10月28日 有一個被發現的屍體 發現他的正面 面部正面是被可樂樽打凹了 以及大量出血 這個就是他死亡的直接原因 但是除此之外 他的肛門還插入了雨傘架 以及陰道裡面是裝有可樂瓶 口中是裝有火柴棍 調查之後 發現罪魁禍首是當時 USFK第二師的 肯尼斯馬克爾 本身他被判了15年徒刑 但是他在判年的前一年 假釋的第二天 就馬上飛回美國 1977年 尼泰院殺人事件 現在對情侶在Burger King吃東西 有一個美軍的兒子 用刀去刺男子的頸部 以及胸部9處傷口 導致他死亡 到最後有證人 所以他都承認了 所以最後他被判了20年徒刑 2002年6月13日 這個超級轟動全韓國 美軍用裝甲車做訓練的時候 撞到兩個中學生 當場死亡 美軍強調這個事故不是故意的 是因為車輪結果有盲點 以及他們無線通訊系統有一個通訊問題 所以才未能發出警告 導致撞到兩個中學生 但是因為發現到他們沒有殺車的痕跡 撞向兩個受害者的速度 不應該是他們所辯駁的慢速 所以種種的線索 導致到大家覺得這個是預料中的謀殺案 而最後 美軍向余蘭製家屬 每人捐贈了100萬萬 即7千港幣左右 2013年3月2日 有兩名駐韓美軍 在地鐵站附近 向附近市民射BB彈 而他們在龍山美軍基地域裡逃走的兩個駐韓美軍 這幾件事的詳細我就不多說了 不是很強 但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叫Harday 台灣Nyo好像說得比較好一點 大家問他吧 而在2007年至2015年之間 發生了這麼多事件之後 領航軍人最不滿的原因就是 因為被警察逮捕的美軍總共有194個人 最後有罪可以懲處的只有4個人 美國消滅軍事犯罪運動總部事務長就說 美國士兵普遍存在著一個氣氛 就是他們不承認 對韓國人犯下那種罪行的嚴重性 大部分的美軍都是罰款 或者是有換刑 為什麼最後只有4人被捕呢 因為韓國之前簽訂了一個叫SOFA的協定 其實這個協定就是保障美軍的權利 因為其中一個SOFA的法規就是 韓國是沒有完全100%的權利 對美軍做任何的處罰 他們都要聽從美軍那邊的安排 所以我覺得韓國人對美軍 其實都只可以是有愛有恨 因為的確當時美軍對韓國的保護是重要的 美軍不保護他們 可能北韓又會打下來 但同時美軍做了這麼多作根犯科的事情 就是殺人 強姦 全部的壞事都做盡 但是又不會受到任何的懲罰 其實是很難不生氣的 舉例說你開了一間餐廳 你的競爭對手都在你旁邊開了一間餐廳 但是對手每天來搞破壞 每天來煩你 這個時候有人說來幫你廣州對手 的確是廣州了 但他每天都來吃你的 穿你的 睡你的 甚至連你家人都搞了 你會是什麼心情 當然這個例子未必完全貼切 但希望透過這個例子 大家可以更加容易理解到 其實韓國人是需要交稅 去支付美軍的洗費 但同時美軍每天都在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最近在釜山才有一件 都算是大的事件 就是美軍不戴口罩 然後到處放煙花 到最後 他們確診了 所以其實美軍是一直做一些 對韓國的不好的事情 現在美軍有20個軍營正在返返 就是韓國收回了 本身重要基地是在韓國的上面 現在就往下移搬去平宅 因而這樣 韓國人才開始慢慢對彌太原有改觀 開始覺得 咦 美軍走了 我們韓國人可以去玩 但因為始終是一個美軍 住了很久的地方 所以其實 現在彌太原是充滿外國的元素 裝飾啊 餐廳啊 或者賣的東西啊 一代二代這樣住在那邊 所以其實現在彌太原的外國氣氛 是很濃厚的 以我所知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很喜歡彌太原 因為他覺得一個充滿外國文化 在首爾來說是一個挺特別的地區 其實我一開始來韓的時候 我當然不知道彌太原是什麼地方 我是2014年來的 當時就有韓國朋友帶我去彌太原玩 那我當然是照跟他 現在這樣看回 其實是2013年 就有個BB彈暴動事件 其實是隔一年 14151617 這幾年都算是危險的 但我其實那幾年間 我也有保持去彌太原 這些事件我也是幾年後才知道 當我知道了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都覺得 哇 真的嚇了一跳 其實現在慢慢地拍到 你旅遊這一系列的影片 對我來說 我是更加逐點逐點地 更深入了解韓國 其實我會發現韓國 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國家 譬如之前日本和美國 是打敗仗的 日本就投降之後 美國又消滅了很多日本的文化 很多他們的傳統 照理 美國這樣對日本 日本是應該很討厭美國 應該對美國有很大的仇恨才是 但是 現在日本其實是崇美的 但是 看回韓國 以前韓戰的時候 美國是幫過韓國打仗的 照理 韓國應該都很喜歡美國 或者是很崇美才是 但是 因為種種的事件 導致韓國人對美國的情感 不是一味的中意 甚至乎是反對 不滿 厭惡 會發現其實未必會有 絕對的公義 很多時候可能就是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 利益問題 如果沒有了那個利益的時候 會不會有公義存在呢 慢慢我都會開始 想很多 在韓國住下去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很多東西 其實是未必符合邏輯的 在這裡生活的時候 會慢慢 就是逐少逐少 了解到韓國歷史 或者是背景韓國文化 你會加入韓國人的世界 你會明白 為什麼他們會有思想 你會 入到他們的頻道 我覺得做代理老 這個 這個系列的節目都挺不錯 因為我要講這些資料給大家 所以我自己也有做到很多資料收集 在做這些資料收集的時候 我在那個過程之中 都學到很多東西 很多外國人都很喜歡韓國 很崇韓的嘛 希望大家喜歡韓國的同時 都可以了解更多 最大的用意就是 用旅遊這個方式 讓大家慢慢了解到 真正的韓國是怎樣的 當然還有很多很多很深入的東西 我都未必可以完全知道 了解到的 但是 這個就是我們慢慢慢慢慢慢去進步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我們下條影片 代理旅遊 去哪裡好呢 吃不吃東西好呢 好像全部 這幾集都是逛街和說話 下次不如吃東西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好 那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